YO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Dr.T aka Tom老師 今天超級興奮的 為什麼 因為從台灣回來西雅圖的時候 把所有的一些瑣事全部搞定以後 終於有時間可以開始 繼續的進行我大G還有我Type R的這個改裝 因為在我回台灣之前其實有買一些改裝品 還有加上我的大G其實還沒有弄好 所以我現在就是很想要快點把這些企劃搞定 那今天非常興奮 不只我的大G新的輪圈到了 我還要請一個非常正點的一個女嘉賓來幫我開箱 而且他好像也蠻有才華的 他今天還要幫我改裝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酷的一個體驗 那再加上等一下我們也會請教一下 我們EMRAPS的老闆Anton 來幫我就是建議一下我的這個大G還可以加什麼樣子的細節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跟同學們分享一下 我們大G改裝的進度好不好 不過讓我們再次先歡迎一下 今天來到我頻道的女嘉賓 YO Jocelyn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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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自我介紹一下自己好不好 好 大家好我是Jocelyn 然後我還有一個綽號叫做940 940為什麼 因為我的英文名字其實台灣人比較難記起來 然後我說我叫Jocelyn 他們可能有聽人Jasmine 所以我就台灣的念法是比較Jocelyn 對 然後就很像940 然後就會讓大家比較好記我名字 就是大家也可以叫我940 我們Jocelyn真的是一個很正的美女 我們那個Jocelyn的IG在這邊再次強調是如果想要Follow的話去Follow她一下 那如果你要叫Jocelyn或者是要叫940都沒問題好不好 Jocelyn今天來到我們的E&Raps 要幫我做什麼事情 改你的輪框 改我的輪框 超爽的 你今天先幫我們開箱一下好不好 然後而且你今天你自己說要先幫我裝上去對不對 沒錯 你會這些東西嗎 譬如說把車子整個升起來 還有就是說那個叫什麼螺絲拔下來都會嗎 可以啦 可以啦 相信我嗎 好啦我們那個今天E&Raps團隊的哥哥們都會幫忙 好不好 不過現在我們就跟著Jocelyn來去看一下 我收到我們來自305FORHWILL的這一組新鋼圈 看起來怎麼樣 走走走我們現在就走 Let's go Oh my gosh我超興奮 我跟你講那時候我人在台灣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寄到我們的E&Raps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看到食品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來開箱好不好 我們直接來開箱 等一下我們開箱之前 這邊好像有一台蠻厲害的車 這是什麼 叫FL5啊 講得好像沒什麼 你看習慣了是不是 對對對 好啦我們直接來開箱一下 我們的305FORHWILL呢 這一次幫我客製的什麼樣子的鋼圈 我超級超級興奮 再講第二次這個鋼圈呢 是給我的大G來用的 而且我們這一次的尺寸 還蠻大的欸 你知道我的尺寸是多大嗎 22 沒有我現在是22 但是這一組是24 24 要就玩大一點啦 對不對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就直接來打開看一下喔 喔氣派的喔 超氣派的 好我們先把其他的一些小東西拿出來 來來來來來 好我們在這個開箱的過程當中呢 也順便來問一下我們的Jocelyn好不好 Jocelyn妳現在單身嗎 我現在單身 哇 這麼漂亮的女生單身怎麼合理呢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可能是個性太壞是不是 有可能太恰了 怕恰了 所以我現在才在這裡 所以我現在才在這裡 我們現在就讓我們的Jocelyn來幫我們 你們覺得這一組鋼圈放在我的大G怎麼樣 欸我覺得這好像洗起來會瘋掉欸 我也覺得 然後反正到時候妳幫我洗 你要用愛發電 真的要這麼做對不對 但是Jocelyn我發現一件事情喔 我覺得現在這整個是這一種消光晶的顏色 是要講顏色 對我們先講顏色好不好 消光晶的顏色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Center Cap 對它的Center Cap 是銀色好像不太搭欸 沒有問題我幫你搞到這個 來來來來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時候我跟他們的設計師Jay講了一下 然後他就記得這個 就是跟我的鋼圈同色系的Center Cap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直接來安裝一下 等一下你要幫我安裝這個東西對不對 對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一下 欸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305 4H Wheel的Center Cap 好帥的設計喔 這中間還有這種碳纖維 然後還有他們自己的Logo 而且這整個是立體的這種設計 超兇狠的耶 哇靠 有沒有跟我的鋼圈是一樣的顏色 What 太酷了 bro 再次感謝一下我們的305 4H Wheel 特別感謝我們的老闆麥凱爾 就是我們的設計師Jay 整個過程的協助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 好啦那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確定一下所有的鋼圈 全部都沒有問題的狀態下 我們等一下先把它先裝在我們大具上面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些鋼圈 直接搬去我們對面那邊 來來來來 好 喔專業耶 我們現在已經把車子架起來了 欸你怎麼那麼厲害 一個女生這麼瘦小 有辦法把整台這個兩噸重的車子架起來 大力女子 沒有啦其實是這個有沒有 對啊 油壓很好啦好不好 我們裝上去之前 我們先換一下這個Center Cap 好來來來來 好漂亮喔 OK 好拿起來看一下 哇靠 Change the whole look OK 超級超級帥的耶 欸師傅你拿什麼東西 你要不要換這個啊 Lambo的 靠又不是Lambo的車子 有什麼關係是金色的啊 好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來試試看嘛 放上去看看啦啦 要打出來 不用打出來啊 直接放著就好了 Damn 其實很搭 欸其實好像還蠻好看的 蠻搭 好像可以喔 欸好像可以耶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直接把鋼圈 放上去我們的大區 來來來來來來 還有 欸還真的力氣蠻大的耶 不要看我們那個Jocelyn 身材嬌小 但是他的力氣還蠻大 喔你覺得怎樣 整體的感覺 超帥的 欸你轉一下轉一下轉一下 欸真的很酷耶 好帥喔 再次Shout out我們的那個305Forge Wheel 305Forge Wheel呢 這一次幫我克制的這一個非常厲害的鋼圈 錶都很有質感 這個標籤也非常有質感對不對 燒光黑 欸再次強調一次 如果你們想要克制化這種輪骨啊 或者是輪圈啊 這一種就是去contact我們的305Forge Wheel 我覺得這一現在呢 這一個setout很好看的其中一點就是 這個洞有沒有 其實也還看得到我裡面紅色的那一個 AMG的caliber 也就是我們的卡鉗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呢 整體的細節呢都還不錯 再加上呢我新update的這個疊盤 還有就是這個有沒有 碟盤看起來整個細節非常非常的漂亮 欸妳覺得怎樣 很兇耶 很兇對不對 會被...走吧 在西雅圖 出去會被揍齁 就是...對 妳可以try try看啦 妳可以try try看這個對 因為我為什麼會住西雅圖 就是看妳可不可以提高打火把的機率嘛 對不對 看一下喔 那其實這一組鋼圈非常非常帥 也就是我原本的鋼圈很帥 但是呢我覺得呢 在這一台車子 還有現在的這個車色上面 好像不太搭對不對 對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而且我覺得因為它這個裡面是有 有一點金色散粉 對對對 所以妳細看 它在不同的光線下 它其實是這種 它有一整個金色那種GOLDEN SHINE 然後它配那個消光的金色 很搭對不對 我跟妳講這才HIPHOP 才嘻哈好不好 真的 欸我跟妳講我們現在這個貼膜呢 再次呢感謝我們的EMRES 幫我用這一個這麼帥的貼膜 其實就像我們JUSTEN剛剛說的 這個膜它不是好像就是一個綠色沒有 其實它在不同的 對在不同的一些角度下 會呈現出不同的色澤 所以呢就是搭配了這一組金色的鋼圈呢 真的是很帥氣 現在我們不是在開玩笑 我們直接24吋了 24吋已經很扯的大了對不對 像我們那個頑童說的要做什麼 MG要開大的對不對 我們就要直接來開大的 哇賽同學們你們覺得我的新鋼圈如何 肉眼看起來比相機拍起來更氣派 我覺得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那個相機真的拍不出這個美感 對不對 所以呢到時候我很希望呢 就是在我們西雅圖當地呢 在一些車劇當中 我們呢也可以就是把這台車子開出去 炫一下 真的這個該炫吧 一定要炫 你要跟我一起去炫嗎 可以 好我們再一起去臭屁一下 可以可以 JUSTEN我現在順便問妳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台車子整體的造型 好像還缺少了一些什麼東西 所以呢你是不是可以給我一個 一些外觀上面的提示 因為畢竟妳是讀那個Fashion Design嘛 對不對 那妳是不是可以用妳的一些 個人的想法呢 來幫我就是給我一些建議 看要怎麼的加強這台車子的一些細部 因為妳這台這邊 它已經直接卡繃 而且還有窗戶 對對對 沒錯 那裡面顏色要烤一下吧 欸妳覺得要烤什麼顏色 Barbie Pink 好像可以 欸妳幫我看一下 輕輕的看一下 欸說真的 那我覺得我們的引擎蓋應該可以來烤一下對不對 好 妳確定要用粉紅色嗎 Nikid Minaj 真的喔 好也可以喔 欸其實說真的 那時候我在選那個車色的時候啊 我就有想到要用那一種 你說整個車 對啊 芭比粉啊 我本來是要用這一種啊 我就是要那種顏色 一出去就會被皺的感覺 但是呢還是比較低調一點用這個 這個有低調嗎 這個 被皺綠 這個 Alien Green 算是我的選擇當中最低調的一個 同學們妳們覺得像我們Jocelyn剛剛說的 我們引擎蓋的這個部分呢 是要烤什麼顏色 像他剛剛說的Barbie粉 還是說我們有更好的顏色 因為我說真的 既然我們的Curban Fiber的引擎蓋 已經是開窗了 我覺得一定要Showcase一下 不烤嗎還不烤 對啊 就覺得好像差了一點小小的細節對不對 再加上我跟妳講 現在我們的V8引擎已經是要絕版了 好不好 所以感覺好像可以玩一下 好啦 那除此之外 妳覺得我這台車子還可以幹嘛 我覺得這可以拿掉 錢包桿 錢包桿對不對 你放這個是要拿來掛那個聖誕花圈嗎 好像可以喔 其實 其實我說真的 這個錢包桿 我是聽了我們Anton的話 我們師傅的話 因為他覺得我們的G-Wagon 就是要有一個包桿 才是他的靈魂的一個細節 但是我覺得好像 但他本身的那個方正的那種 有點被框架住了 妳有沒有這種感覺 是不是 被限制住了 所以還是可以嘗試看看對不對 對我覺得可以 其實我說真的 我有蓋住這兩個洞的 這個Carbon Fiber的蓋子 但是我現在找不到 找不到嗎 所以我才沒有把它拆下來 確實是可以把錢包桿拿掉 同學們你們覺得 Justin說的有沒有道理 我們到時候是不是 要把我們的這一個包桿拿掉呢 再試試看喔 廠商們如果同意的話可以 贊助一下 我們Justin都講話了對不對 對 然後Justin 你覺得除此之外 我們的車子 還有什麼可以加強的地方 我覺得你可以把它弄得更 sporty 一點 欸 因為我自己那個G63那首歌 就是說把G當作超跑開嘛 對不對 帶一些線 線條是不是 線條 你會怎麼加 因為通常很多車都是這樣 中間上去嘛 可是你當你的這個窗 就會被擋住了 而且我覺得好無聊喔 如果只有中間一條線 好像蠻無聊的 那不然你把我臉印上去 你知道嗎 你的大圖輸出 啪 直接放在上面 對 好像也可以喔 如果這樣子 我們的那個贊助 可以拿更多的話 那沒問題啊 哈哈哈 直接把你的臉印上去 好像也可以 但是如果是要拉線條 你會怎麼拉 你覺得 框這個邊邊吧 我覺得它這裡這個 欸 好像可以對不對 你是說從這邊這樣拉 對不對 那你這樣拉 你會用什麼顏色 你覺得 一般的車會 就可能白色嘛 A綠白 可是你的room是金色的 欸 金色的 好像可以喔 好那我們等一下呢 再來翻一下我們的Anton 然後看呢 我們要怎麼用 才可以很漂亮好不好 好啦 欸 車子的側面還可以再做 什麼樣子的update 就放一個我 哈哈 一樣是你就對了 但我覺得你穿太多了 所以沒辦法 穿太多 不好意思 看一下看一下 好啦不過今天我真的覺得 這鋼圈真的超級他媽的兇的 超太霸氣了 而且呢 再次強調的是我們現在人在美國 對不對 所以呢要怎麼玩啊 基本上沒有什麼局限的 真的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要珍惜我們當地的資源跟法規 Sky is the limit 我跟你講直接all in的對不對 太帥了 好啦 再次感謝我們Jocelyn呢 今天呢幫我把鋼圈放下去 先搶先看一下 Anton Anton 來來來來 那個我們Jocelyn剛剛跟我說呢 其實我的大局現在 配上這個金鋼圈 感覺好像少了一點東西 我們應該要加強一下一些細節 Anton哥哥好不好 你跟他講一下 你剛剛建議我們要怎麼做 我說可以放我的臉上去 放你的臉上去 大圖輸出 4K這樣一整排的 好 查試一下 那種sporty的感覺 很多個頭這樣嗎 在這裡啊 對 我覺得 不要啦 我怕出去會被打得更慘 現在已經會被打了 等一下要打下去 這什麼東西 所以也算是一個保護作用 不過原則上呢 我在想說 Anton你可以像上次一樣 我們用Type R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先把車子拍一下 然後我們上去你樓上呢 做幾個Render 試試看好不好 好 來走走走 好了 我們現在呢 上來我們Anton的設計室 那這個地方 欸乾媽的 你這什麼意思 你現在用這個臉是什麼意思 你現在是要把這個臉 放在我車上嗎 有問題嗎 我蠻大悟 因為車子本身 顏色就已經很欠揍了 現在又裝上一個超欠揍的鋼圈 你現在又要用一個這個臉 我不如用那個Jocelyn的臉 比較好 我們直接用Jocelyn的臉 這個太靠北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跟Jocelyn有跟我們的Anton 大概講說要怎麼弄對不對 我們第一個設計是這樣子 非常的單調 對不對 那就原則上呢 就是中間一條金線 但是又有點那種 Addition 1的這一種細節 沒有這個我們Addition 1 這個我們不會做這種東西 因為太無聊了 所以呢到時候 我們這個東西呢 會做一個小小的設計 好 那另外一個Proposal是什麼 哇 哈哈哈 乾這個真的是太靠北 所以我說用Jocelyn美女的臉 你給我用這種臉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太靠北 所以同學們 你們覺得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樣子的風格呢 是要用這種搞笑風格 還是就是說 比較sporty 比較有這種運動風格 我們呢 再請我們的Anton呢 繼續的為我們設計一下吧 不過今天我們還是不用跟大家 就是reveal 然後我們最後要用什麼樣子的Livery 我們下次呢 鋼圈 胎皮全部裝好以後 我們呢 今天的設計 最後放什麼 到時候再跟大家揭曉 好啦 感謝Anton 那我們呢 記得Anton的E&Raps 還有我們的那個有沒有 Whatever的Bulbati 一定要去支持一下 好啦 再次感謝我們Jocelyn呢 今天呢 幫我把鋼圈放上去 先搶先看一下 那到時候 我們整台車子弄好 包括側面 前面的一些Livery 也就是我們的一些拉線 都弄好的話 我們到時候再開出去 再開箱一次 你要不要跟我去喝特色咖啡 欸 好像也可以耶 來西雅圖還沒有 你還沒去過 靠腰 我跟你講來西雅圖 沒有喝特色咖啡 就代表你沒來過西雅圖 沒有跟我混過啦 好不好 好啦 再次感謝我們Jocelyn呢 今天在我們節目上面呢 先幫我把鋼圈放上去 讓我看一下 欸我真的很喜歡這個look 那我們到時候呢 泰皮到的時候 然後還有其他的一些細節弄好 我們再為大家揭曉一下好不好 好啦 這次呢我們Jocelyn的IG帳號 記得一定要follow一下 然後如果想要再邀請我們的Jocelyn 來到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要敲碗一下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再次感謝我們Jocely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蓋鏡頭 我們下次見